鲁迅先生非常敬重孙中山 说孙中山站出世间来就是革命 失败了还是革命 鲁迅同时也相信孙先生在生命垂危的时候 曾经拒绝接受中医治疗这种说法 他还撰写文章专门称送孙先生垂危之时 对于自己的生命仍有着分明的理智和坚定的意志 无论做哪一件事全都是革命 鲁迅可以说是代表了新文化的精神领袖 对于中医的某种态度 而二十世纪的中国医学 穿行在文化激进和文化守成的炫博之中 命权生死已先 出版于1917年的林素商队 从西医的角度出发 全面系统地否定了中医的理论基础 皇帝内经具有颠覆性的作用 他的作者叫于云秀 出生于1879年 他亲眼目睹了中国的没落 亲身感受到了这种没落带来的耻辱 励志要改变灾难深重的祖国 当时出现了甲鲁海难 庚子国难 这个时候民族情绪非常的亢奋 所以就提出了对传统文化的质疑 而中医呢 这当时的新文化的思想家们看来 他就是封建医 是与封建迷信等同的 因此当时要提倡科学 反对迷信 那么呢 就是要提倡西医 反对中医 1890年 中日甲午海战的坦白 让更多望洋心叛的中国知识分子 开始觉醒 1900年的辛丑条约 让他们饱受凌辱的同时 也获得了出洋求学的机会 更多的青年选择留学日本 他们对这个短时间内强大起来 打败中国的邻居 感情复杂 这当然也包括 风华正茂的于云秀 1900年以后啊 他当时就曾经上书朝廷 他什么呢 他反对义和团 他说义和团是那些迷信落后的组织 不论依靠他们 正好那个时候搞新政 新政 但是里面有一些东西是已经改了 比如八股它就废住了 废住八股 而这考的是考车 因为他看的书比较多 所以他的文章也是写得比较好 所以这样子一来呢 就是在考秀才的时候呢 他是帮手 中了秀才的于云秀 放弃了继续做官 1905年 他获得了公费留学的机会 来到日本 先是学习体育 继而投身医学 因明智维新而现代化的日本 让于云秀看到了工业文明的力量 也感受到了废出汉方医学 彻底西化的日本医学界 给他带来的震撼 19世纪 中间的王朝要推翻 而且中医也是不行的 金句也是不行的 汉字也是不行的 要改革汉字 把汉字要拼音化 什么等等 这是一个失策 中医所面临的这种考验 和整个中国文化面临的考验 是紧紧的联系在一起的 一直到当更多的人站出来说 我们一定要去通过变革 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时候 寻求一种变革之路 来解决中国的问题的时候 这时候所谓的变革之路 就是全部的照搬西方的模式 那就日本人不是成功了吗 把汉衣消灭了 不是他强过吗 强了吗 他变成一霸了吗 而且甲午战争 把中国都打败了 日俄自在 把俄罗斯都打败了 所以中国人觉得 咱们中国也应该这么办 日本能够迅速崛起 这坚定了余云秀的信念 1911年侵害革命 他组织医疗队积极回国参战 新政府的成立 让余云秀看到了废除中医的希望 他再次放弃了做官 回到日本 潜心钻研 有了革命的实践经验 再加上血管中西 35岁的他胸有成竹 抑制完减 他这个不喜欢拔骨 他喜欢看各种各样的什么 朱子白家的书啊 他都喜欢看 所以这个像这个皇帝内经这些书啊 他在这个 年轻的时候 就这个 在读书的时候就 就 就都浏览过 都看过 所以他要 站出来 就是反对 就是用阴阳五阴这种 办法 就是来研究中医 研究中药 他对中药也批判 他的主张呢 人家给他总结了四个字 废医成药 就这么四个字 1917年 历史三年的灵塑商队 终于出版 于恩秀选择了皇帝内经 作为批判对象 他要从根本上 彻底颠覆中医 中医的理论的源头呢 是皇帝内经 皇帝内经啊 是由树问 跟灵塑两部分主张 所以他就灵塑 就讲的是皇帝内经的 灵塑跟树问 他就是提出来 一个质疑 就是灵塑 树问 没有一点是符合科学的地方 他这个提出来以后 这对中医是影响 是很大的 尽管是过去 或者当时 新文化的那些思想家们 认为中医是封建医封建医 但是 那是仅仅是医学界外部那些人 提出来的 没有太多的说服力 而 余永秀提出来以后 对中医界影响是 比较大的 同时在余永秀 差不多的时间 稍晚一点 还有一个人 我觉得这个人 好多人不太清楚 是东北的一个教授 叫闫德韵 很有名的生理学教授 他是要 也是要研究中医 他想研究中医的针灸 和这个针灸 对不对 所以他怎么办呢 他就 把一个尸体 放在那 请当地的很有名的 针灸大夫 去扎针 都扎上 把哪个穴位 全都扎上 扎完以后别动 你由他来亲自做解剖 亲自做解剖 看看他 你都扎在神经上了 或者都扎在韧带上了 都扎在肌肉上了 他就好解释了 结果他解剖的一看 也有扎在肌肉上的 也有扎在神经上的 也有扎在韧带上的 所以最后他的结论是什么 他说中医的针灸 是胡说八道 辛亥革命爆发之后 袁世凯成为中华民国的大总统 他以及后来的北洋军阀政府 都推行西议 1914年 袁世凯政府的教育部 以中西医至南奸彩为由 完全把中医排斥在了 医学教育系统之外 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 教育系统 陋列中医案 当时中华教育社 联合了江苏 湖北 山西等中医团体 专门向教育部去请愿 最终教育部以中医 不合教育原则为由 予以拒绝 中医界的第一次斗争 就这样失败了 字幕志愿者 杨树実态 上海天目路均一礼 于云秀曾经居住过的地方 1918年一直住到1927年 就搬到山西路海宁路那个地方去了 这里又是住家又是开诊所 上午在这看门诊 下午就到现在的六河路 那里是下午看门诊 这个地方是上午看门诊 1916年 于云秀携带着他的邻属商队 从日本回到上海 担任公立上海医院的医务长 不久后辞职 开设了一间西医诊所 此时诺大的上海并没有太多的西医诊所 邻属商队让云秀声名远播 也让当时的中医界不寒而栗 如芒在背 深思熟虑后的韵铁桥 一直在等待着反击的时机 韵铁桥呢 他做过商务数据的编辑 西文的基础啊 非常之雄好 他在南洋工学的时候 也是学之佼佼者 他考到上海南洋工学 学英文和文学 将近他打了小时候 打了旧学的基础以后呢 他又去学了一个很新的新学 新学的以后他毕业就开始 教诊书啊 就开始翻译 小说 但是他的孩子接二连三的 被瘟疫 夺去性命 虽然呢 他呢 半懂医道 虽然呢 想跟当时就诊的医生进行交流 当时就诊医生呢 因为呢 没有听他的意见 那么他的大儿子 二儿子先后去世 这个时候呢 他的第四个儿子 又得了上汉 就是发热这情况 运年少就来回来 这个这渡部 最后呢 他就自己开了一张 重景 上汉论上的一个方子 麻烦 麻烦七分 贵子七分 杏仁 干草 这几个很简单的 一个金方的药 一吃了以后 就发烧退了 病好了 所以这个时候 他很有感触 他呢 对医学呢 有了实践的体会 不是纸上得来的 有了切身的 认为中医能够解决实实在在的问题 这个时候呢 他的医学境界 又上了一层楼 在这个时候呢 他就开始 为其他的患儿治病 从1917年 零速商队出版 又过去了五年的时间 运铁桥一边实践 一边研究 这期间 五四运动的爆发 再次让中医 面临极大的挑战 1922年 运铁桥出版了 四万字的群精建制录 系统而正面的 回应了 余韵秀的 零速商队 运铁桥就是主要的攻击 强调了中医要有自己独立的一个理论体系 要按照正义的理论体系去发展 他那一句话说的是最清楚呢 西方科学不是唯一的标准 东方医学 也有他的立足点 立足点 临床 看好病 有疗效 就是有立足点 能看好病 他就有他的科学道理在里头 他大概比云后大概七八岁 所以算是通时代人 所以他认为是内经的这个理论 是不能够改变的 他反对 他跟余韵秀 两个人在这个辩论很多 余韵秀给他也写信 他也给余韵秀写信 都是辩论这个中西医的问题 他说内经的中国不能 就是西医可以接受 但是内经的这个理论 不能被破坏了 关于废除的论战 一直在持续不止 西医也在论战中 悄悄的壮大着 论战的双方 毕竟都接受中国的儒家文化 双方嘴上兵戎相见 私下里却也千千有礼 不失君子风度 1929年 民国政府正式成立卫生部 随即召开了第一届 中央卫生委员会议 没有让一个中医来参加 会上抛出了四项废纸 限制中医药的提案 其中包括余韵秀提出的 废纸就医已扫除 医事卫生之障碍案 这个提案说 就医一日不除 民众思想一日不变 心医事业一日不能向上 卫生行政一日不能进展 提案通过的消息一经公布 全国的中医药界就群情几分 强烈的抗议 这就是中国医药史上有名的三一期斗争 此时中医和西医已成水火之事 1929年的中国 深刻而复杂 蒋介石成为国民政府的实际控制者 虽然还有内战 但国家完成统一 这让余韵秀看到了 废除中医的希望和机会 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 也是废除中医的坚定者 新成立的卫生部的领导人 多数留学日本 废止中医有了国家行政力量 因为当时的老百姓 不大相信中医的 不大相信西医的 多半都是还是相信中医的 所以这些新人物 所谓的当时的新人物 他都是信西医的 中医的势力还是很大的 尤其中医的影响力也是很大的 人数也是很多的 骤然废止 那会导致 不仅不可能 而且会导致中医界的强烈反抗 你想当时的中国人口 号称四万万五千万 那就是四 差不多五亿人口 五亿人口 有四万个医生 假如没有中医的话 那你这个 这四 这四 这四五亿人口 找谁看病去 因此呢 就采用了一种 很巧妙的办法 就是中医 重新登记 规定在民国 19年 就是1930年之前 所有的中医都应该登记 重新登记 登记完了以后 卫生部设置一个训练班 对这些已经登记了中医 进行培训 正好那会儿当行政院 都是汪精卫 所以汪精卫 本来早在1929年以前 汪精卫在卫生会议上 已经决定 已经说了 是中医失落后的 中医现在应该改革 这早就有这个忙 所以他提以后 当然中央 在那种情况下 行政院就完全同意 他的主张 中医学校 你不能再叫中医学校了 就改成传习说 那这一招 实际上是很老辣的 我个人认为 他很老辣的 他就说 现在中医 还让你生存下来 但是呢 你没有学校了 就没法传习了 那么呢 等这些老中医 不在了以后 你中医自然就 你就没有后纪 没有后纪人了 没有后纪人以后 就导致的结果 就是复一处心了 你中医就自然就 就让你灭亡了 不知是胜利冲昏了头脑 还是刻意而为 1929年3月 余英秀在自己主编的社会医报上 竟公然刊出了 还没有宣布实行的废纸中医案 一时间群情激愤 中医药界的领袖们 立即组织请愿团 前往南京 表达意愿 当时大家纷纷的推举代表 参加请愿团的工作 当时广州的医药行会 占到国民经济的很大的一块 据说当时出口的份额很大 它交给国民政府的税也很多 177万银元 这样的一个比例 那么占出口额的3% 因为你要是了解中国社会的 这么强烈反应 它是必然的 因为它当时经济基础 中医在民众中的社会基础 经济基础 知识的层面 所掌握的 铺盖的社会层面 都不是说 你一句话就能够给它去掉的 那当然会引起很大的反应 1922年运铁桥就意识到中医要嘎叫 他坚信中医必将走向世界 现在因国力不能走出国门 是暂时的 1925年运铁桥创办了中医寒寿学校 他的规模应该是在当时的中医学校范围里头 是最大的 所以当时问业者达千人 他也为这个学校请来了老师 然后不断的准备他的教材 这就是运铁桥的功劳 运铁桥就办了一个寒寿教育 叫铁桥寒寿学校 大家现在以后你可以看 他有纯套的讲义 在我们这个图图馆里都保存 那是最初的教学的一些摸索 那么后来我们在他的学校 还有丁干人的学校 这些基础之上 在陆元雷作为教务长 继续教学的情况下 我们得到了很丰富的历史资料 就在运铁桥全力以赴 投入中医教育的时候 他的论战对手 也已经不仅仅停留在论战的层面 经过悉心的考虑 于恩秀看到了行政的力量 适时抛出了他的废纸中医案 我说他解决的办法就三个字 消灭人 消灭以中医作为身份的人 而这种消灭他有很具体的手段 具体的一种制度设计 这一点我觉得就做得太决绝了一些 做得过于决绝了 中医药界的权力抗争给国民政府带来巨大的压力 尽管通过了废纸中医案 但却一直没有宣布实施 这件事情的最终决定权交到了蒋介石的手里 南京政府之间斗争是非常激烈的 实际上医学只是他们的一个砝码 那么在这几派的冲突之中 很难说哪派是正确的 哪派是不正确的 但是呢都有各自的目的 都有各自的政治目的 最后这个法令为什么没通过呢 就是冯玉祥和当时的这个 国民党的这个大佬 陈立夫 陈立夫 两个极力反对 所以最后蒋介石没有签署这个法令 陈铁桥为中医奔波操劳 而他的学生陆渊雷却主张 要废弃五行六气十二经脉等学说 陆渊雷曾经参与为当时中央国医馆 曹尼统一病名方案 想取消中医的病名 而以西医病名的代替 陈铁桥专门写了一篇文章 坚决反对自己的学生 他指出说中系医学基础不同 外国是以病造定名 以细菌定名 中国则是以脏腑定名 以气候定名 如果以西名为主名 不费中国学说 则名师不相符 如果费中国学说 则中医即破产 时间进入1930年代 中国的经济在这一期间保持了持续的增长 科学和民主给国家带来的好处终于可以看到了 中医的存废问题似乎也一直没有停止过 此时中医界的内部出现了一种声音 中医也要科学化 运铁桥的学生陆元雷 他认为要改进中医 是中医科学化 认为中医 首先他得抱一个信念 就是中医科学化 才能科学化 是这样的一个改进中医的一种思维 他们很快就陷入一种二律背板 这种这种一个尴尬的经济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中医界 你要走中医科学化 你不走中医科学化 那么呢 就说明你中医就没有生存的空间 你就没法适应这个社会发展潮流 因此他们必须走中医科学化的道路 而你走了中医科学化这条道路以后 实验就表明你中医是不科学的 我到这最宝贵的地方 这个可能跟别人不一样 我认为最宝贵的地方不是合于西医那部分 就是目前西医学和所谓的科学 还不能解释的那地方 但是行之有效的经验 这些是中国医学最宝贵的东西 在三十年代 就中医界就走上了一条 改成中医或者是中医科学化 这条路了 但是走上这条路以后呢 也面临着一个问题 中医院的这种生存的危机啊 在这场论争以后并没有 根本上得到环节 原因很简单 中医尽管走上了 走上了这个中医化 这种这种道路了 或者进行这种努力了 但是呢 西医院对他们打压并没有停止 1933年 中医界希望立法院能够通过中医条例 以便从法律上确立中医的存在 这让一直支持废止中医的汪精卫 极不可待 他给当时的立法院长孙科写信 希望阻止这件事情 后来 这封汪精卫的亲笔信 不知何种渠道 竟然被中医界给公开了 看着胜利就看着就算取得结果了 取得结果以后呢 他们就进一步推动了 以后一件事就做 搞了规条例 就在规条例 眼看要实施的时候 汪精卫写了一封亲笔信 给孙科 这封信呢 不巧 被请愿团的 一个重要的人物 张赞成 发现了 那么他呢 公之预报 使这个 当时的这个 这个王精卫呢 他们很丢面子 所以呢 就不能公开了 就不能公开这样的一个 这个对当时的请愿斗争的胜利 和后来国一馆的胜利呢 有一定的帮助作用 1935年 57岁的韵铁桥 因病去世 第二年 几经磨难的中医条例 正式颁布 中医取得合法地位 然而 抑制条例 无法解决中医存在的根本问题 五四以后 这个话语权啊 所以这个科学主义 这个科学主义竞争的高扬啊 话语权已经在西医手里了 话语权在西医手里 中医已经是没有太多的 话语权了 所以说呢 中医 包括我们讲到 2020年 1922年 关于中西医学研论争 的时候 像杜亚权也好 还是 玉天桥也好 他们有个 很重要的工作 就是用西医这种话语 来解释中国 中医的一些利润了 这已经说明 话语权 已经开始 专一了 中西医学 在这个一百年当中 一直受这个科学 自身的阴影 一没有很好的反思 科学主义 一方面尊重科学 理解科学 学习科学 同时要要警惕科学主义 防止科学的异化 就是赛先生要穿衣服进来 要把科学背景的文化 要拿进来 另一方面 对所谓的玄学的东西 不能一概的否定 玄学是有 违背当下科学规律的东西 同时它有玄妙的一个方面 新民国成立之后 于云秀先是提议废止中医 他藏拟了处理 就医实施步骤草案 呈报给中央政府 但是并没得到支持 后来在全国第一届 卫生会议上发言的时候 他又表达了 他坚决贯彻中央政策 团结中医 促进中西学术交流的意愿 而晚年的于云秀 却一直在对中医病名 进行文献的整理和研究 他原认为这是帮助中医 走上科学之路的正确途径 1954年 云秀定是在上海统计医院 百年齐晃路 我们认证前行 感谢收看凤凰大视野 明天见